今天在會選紙拉登領問題圖部分 我們就是大概做到說把所有資料先掃複一遍 然後把我們的範圍縮小 因為它實際上整個檢壓縮之後 它有一百多GB的文字檔 然後我們試著去找出跟會選有關的部分 大概縮小到大概有接近一萬兩千件的案件 然後我今天主要是做一些討論 然後可能有一些可能後續的處理方式 然後這邊你可以看得到在Hivepad裡面 我們有一個目標清單 就是我們把剛剛提到的一百多GB的資料裡面 找出跟會選有關的部分 大概就是這一萬兩千多 接近一萬兩千件 那我們希望接下來的部分 我們可以針對這些案件去做一些處理 就是說理想上我們是希望說未來可以朝一個crossourcing 就變成說因為它的案件的資料它非常沒有結構化 所以說我們其實很難透過程式的方式直接處理 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也是號召說 看有沒有大家有語意分析的經驗可以去找出 其實我們目標是找出兩個資料 就是第一個是說它在哪裡 第二個是它的行情 這兩個資料 如果比較理想的話 再進一步的去跟候選人連結 然後因為今天其實就大概都是一些文字資料 所以就很無聊的算了一下 那個各地方法院跟會選相關的案件 我們排名第一的是屏東 然後再來是高雄 再來是嘉義 OK 提供大家的參考 謝謝 謝謝